如果运用佛经中的四摄法与大众交往 这样会不会无形当中增加秦职 尤其是与家庭眷属夫妻之间 与万元放下一心亲近念佛 求生净土是否有妨碍 四摄法是人与人之间的建立关系 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可以化解冲突 可以促进安定和平 如果你专修净土 一行求念佛 你就什么都不要做了 那你有很大的佛报 为什么呢 你有人伺候你 像闭关的样子 你有人护官 有人护持 你可以专心念佛 这是好事情 这种缘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 而且这个善根也不是一般人都有的 如果你有的话 那你很难得 你应当要认真努力 但是若学习 黄中昌居士念佛 求生西方 是否就不必修四摄法 只是专心念佛就行 我答复你啊 可以 实在讲呢 你对佛法知道太少了 四摄法不妨碍修行 如果妨碍修行呢 那佛就错了 佛就害我们了 希望你多听见 如果学黄中昌呢 那你就老实去念佛去 你要找到像黄中昌那样的环境 有一个修行道场 有一个好的护法 让你什么都不操心 每一天三餐饭送给你 你在里面一心专念 专念如果不把这些念头放下 你不会有黄中昌的成就 黄中昌是彻底放下的 他听经听了三四年 他要做个实验 看看三专用工一万元放下了 三年能不能成就 结果果然证明三年显能成就 这个就是他彻底放下 三年能不能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